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 把这六个花瓣全部勾好 两个长针 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大家看一下 六个花瓣就勾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线勾住 拉过来 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这样 把花瓣缝在花茎上面 把这个地方稍微的缝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稍微缝上两针 固定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线这样穿出来 后期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茎里面 放入少量的皮皮棉 稍微填充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头顶上方的那个小花的部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缝在这个帽顶上方了 我们来缝一下 我们来缝一下 先把这个花茎里面 放入少量皮皮棉 填充一下 长的线尾可以直接剪断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来缝合一下 就缝在这个第一圈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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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缝好之后直接剪断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一下这个大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部分呢 我们是用这个白色线来勾这个眼白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也是缓用几针的方法 把线绕手指一圈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 勾针穿进去 把线绕住拉过来 先勾三个变子针 然后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圆环里面穿针 勾出13个长针来 那么长针的勾法呢 我们前面讲到过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再重点讲述了 直接勾13个长针 第1针 第2针 第3针 第4针 第5针 第6针 第6针 第7针 第8针 第9针 第10针 第3针 第11针 第1针 第13针 第12针 第3针 第13针 第3针 勾好这13个长针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小线维 用力拉紧 然后呢 我们把线拉长 我们就勾这一圈就可以了 留一个长线尾直接剪断 我们首先进行一下这个手尾相接 大家看一下 这次最开始的三个变子针跳过去 我们从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这样穿过来 通过缝合会形成一个新的变子针针眼 扣在这三个变子针上面 然后我们在最后的一个长针针眼 挑后半针连同下面的小线圈 一同这样穿过来 这样就连接好了 大家看一下 眼白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用黑色线来勾一下 这个眼球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非常简单 也是缓引起针的方法 我们勾8到10个短针就可以了 勾针穿进来 然后呢把线勾住 拉过来 先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我们勾上8个短针 勾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同样的把线拉长 我们用缝合针来进行一下这个连接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针眼 我们给它跳过去 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呢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 挑它的后半针一同下面的小线圈 一同这样穿过来 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那么把这个黑色小片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缝在这个白色小片上面了 大家看一下 直接缝在中心这个位置 也可以缝得稍微靠边缘一点 你想要眼睛有什么样的造型呢 就可以呢弄出什么造型来 把这个黑色小片固定在这个上面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眼睛就给它制作好了 眼睛需要制作出两个来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两个眼睛全部给它勾好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眼睛缝合在这个帽子上面了 我们来缝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眼睛缝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从这个帽顶中心开始向下数 我们就缝在第十圈靠下的位置就可以了 再确定一下 对 就这个位置 然后两个眼睛之间呢 隔开两到四针就可以了 以小花为中心 给它分布在这个两侧的位置 两个眼睛之间隔开两到四针 我们来缝一下 就顺着这个圆的轮廓这样去缝就可以了 对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眼睛就缝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按照相当的方法 把第二个眼睛也这样给它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两个眼睛之间隔开二到四针 大家跟着我呢 把另外一个眼睛也缝合好 我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